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中我们常常会用一些比率 比如楼价和租金的比率是多少 我们的收入能不能够负担得到楼价上升公楼比例等等 其实它的结论就是 很多指标破到2007年的高位 你会怎么看泡沫这两个字呢 首先现在疫情 现在我们很多国家都开始打疫苗 比如说已经开始开放了 比如英国的19号 不需要戴口罩 因为所有国家觉得这个疫情 一个是一个叫做是 是部分我们的内容 就是好像流感一样 风土病 风土病 始终你不可以因为整个疫情 整个经济瘫 好像去年的7月的时候 我们比如客户上去英国或者伦敦 看楼子的 基本上都是用Zoom网上去看 现在他们可以直接去看楼 多了一批人 另外一件事 过去一年 可能没有去旅行 没有去购物的 那他有一批购力在这里 那他就会出来买楼 OK 那另外再 刚才又说加息的 那如果连住局去 说未来去到2003 可能加两次或者三次 他们都是看着这个市场 但是他又不想 又想刺激经济 但是又怕着泡沫爆破 是啊 两边都 两边都就住 其实都挺 一个艺术 对 刚才就是想到他究竟 应该会怎么走那一步 如果利率不是升得很快的话 我买楼其实都仍然负担得到 自己计清数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 其实未来的步伐会怎样 特别看不清疫情 这个影响这两个字 就是最近又说 变种方面越来越多 那本身股下半年经济 的反弹幅度很大 现在又不知道行不行 Victor会不会觉得 之前大部分人 对于下半年经济 会不会乐观了 就是下半年其实 未必有那么好 但是我看他的不同的数据 都觉得未来 因为大家 很多国家开始打疫苗 接种了 开始就有人 又说现在讲的是 那些又是 Travel Passport 是了 那你开始都是要 始终经济都要继续走下去的 还有你加息都不会一次过 就加得很快 那我觉得认为未来的经济呢 还有呢 过去一年呢 很多那些房地产呢 是 譬如好像美国的 嗯 他过去一年想不到突然间 很多房地产 突然间 因为需求那么大 供应量不够 那他就 起不设楼 是 是了 那这个你打算去 至少是 去看得出 至少2023年 嗯 才可能会平衡一下 至少